爱不分你我 爱没有界限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好的 欢迎继续回到多元族群分享爱 那泰国真的很适合旅游 喜欢文化特色的可以去参观寺庙 那喜欢放松的可以去按摩做SPA 那喜欢美食的更是要去泰国 泰国的美食酸酸辣辣的 好开胃好好吃哦 那今天呢也邀请到 专营泰国旅游品牌的 泰爱风的小编邱铃鱼 来跟大家分享泰国美食 铃鱼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想请问铃鱼 如果说我是第一次到泰国自由行 你有哪些吃的东西 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因为其实泰国来讲的话 我们餐厅小吃都非常的多 那因为其实大部分 如果是这个背包客自由行的话 他们可能一定会有一些预算上的考量 那我们不然就主要来聊一些小吃的部分 小吃的部分好了 因为我之前去啊 比如说有时候你会看到 早上 泰国人我发现他们早上很喜欢吃一个东西 因为他们很多的路边摊 他们很多的路边摊 那除了我们之前看 大部分看过比如说 什么青木瓜沙拉 这些已经讲到烂调了 那我们就讲一下 他们就是人手 挥制这个烤猪肉串 烤猪肉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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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路边呢就是直接像那种骑家车 后面就推着一个烤炉 一个推车 一个推着一个烤炉 上面就是有这个烤猪肉串 那你除了买这个烤猪肉串以外呢 你一定还要买一个叫做糯米饭 糯米饭 糯米饭 就是他们的主食就是烤猪肉串 跟糯米饭 对他们就是 一大早就吃这个吗 对 就是因为 他们的早餐 上班很rush 因为其实曼谷也是这个 出了名 他们的塞车嘛 是出了名的塞车 所以说他们有时候要赶这个交通时间 来不及顾不了这么多 他们可能就直接买一串猪肉串 跟这个糯米饭 他们就一口一口肉 一口糯米饭 好像什么猪肉饭 排骨饭的那种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 好像这个来讲我觉得还不错 那以及路边的话呢还有这个炸鸡 炸鸡 泰国的炸鸡很好吃 很好吃 而且我跟你讲 其实来泰国吃小吃 你的心脏跟胃都要非常的这个 坚强 要非常的坚强 如果说啦 你是肠胃比较敏感的 那可能就不太适合吃路边饭 对对 可是如果说你是喜欢那种冒险型的 管它的我就是要try一下 你可以试试看 反正操有玩 那炸鸡罐就对了 对对对 没关系 因为泰国的胃药也蛮多种 什么乌塔伞 对对 行军伞 对对 蛮多的 因为比如说像这个泰国炸鸡 我跟你讲怎么才好吃 它的那个回锅油啊 回锅越多吃 哦真的啊 越好吃 对对 跟我们想象不一样啊 对对对 它们反而是要回锅越多吃越好吃 对对对 一定要看起来那种 那种摊子 黑黑的 已经张到黑黑的 对对对 不然是烤鱼啊 炸鸡啊 还是烤猪肉串啊 就是那种外表的摊子 越脏的 反而越好吃 越脏越好吃 然后像饮料也是 像那个泰式奶茶 碧盒 像我们台湾珍珠奶茶 香港港式奶茶 去泰国一定要喝那种 泰式奶茶 可是这个泰式奶茶 因为泰国天气热嘛 对 所以它们都比较重口味 刚刚主持人讲到 这个酸酸辣辣 所以说它们这个饮料啊 很甜 或是甜点 都是非常的甜 很甜又很冰 对很甜又很冰 因为它们这个很甜嘛 所以它们冰块要放很多 对对对对对 所以感觉能够得到比较冰嘛 那很甜容易吸引什么 苍蝇 苍蝇也有啊 蜜蜂也有 我曾经看到有一个路边摊 因为它们除了泰式奶茶以外 旁边有一些瓶瓶罐罐 有一些比较甜的东西 还有蜜蜂亭在上面 是主角喝 对对对对 所以那种 那种苍蝇啊 然后蜜蜂鱼啊 越多的这些都 越好喝 就是越好喝 而且其实我觉得泰式奶茶 如果 因为像有些人会卖一些茶包茶叶 像我觉得我自己带回来冲 都冲不出那种 就冲不出 好像要买真的是茶叶 然后回来煮对不对 对对煮 然后再加炼乳 加炼乳 对对对 那才是好喝的 可是那个比例 真的要好好调一下 不然真的很难调出那种泰国的 泰国当地的味道 对对 不过好家才有那种吉隆包啦 有那种吉隆式的 比如我们利盾奶茶 就是吉隆式的 吉隆式的 它味道也不一样 好像 它挺多就是很接近 可是好像也是不太一样 对对对 没错 不过那种泰式奶茶 管它的就是很好喝就对了 就是越甜 越脏越好喝 就是到当地就是入境随俗啦 对入境随俗 因为用越脏要越好喝那种 对 那以及除了比如说 像是这个烤猪肉串以外 比如说我们讲香蕉煎饼 对对对 可是像香蕉煎饼来讲的话呢 我会建议啊 就两到三个人 share一份吃 不然真的太甜了 对对对 真的吃不下去 因为它甜也是层层的堆叠上去 我觉得好恐怖哦 对对对 就是我们讲 去吃这个小吃啊 你今天去夜市 比如说你两三个人share一份 你才能吃到更多的小吃 然后一个人吃一份很快就饱了 大概就吐了吧 没办法吃到这么多 平常这个美味的小吃 就像香蕉煎饼啊 以及还有这个芒果糯米饭 芒果糯米对 这个必吃 因为芒果在泰国上面 是一年四季都有 芒果糯米饭旁边他们通常 如果说你有看到一个 一小袋白白的液体 你不要想 不要想歪哦 它真的是野奶 野奶 加野奶 淋了野奶上去 因为其实泰国有很多料理 他们也是有用这个野奶 说到野奶 就一定要跟大家推荐一个 这个当地小吃 它有点像 芒果 叫做 他们泰文叫做 卡农库 卡农库 对对 他们泰文是这样念 然后如果说你去一些餐厅啊 他们的menu 他们可能会写 泰国 芒果 泰国芒果 有点类似 可是它的 它的那个形状 比较小 没有像我们的碗粿那么大碗 它就是非常小这样子 可是吃起来 那个椰香味非常的好吃 所以它有点像 娘惹糕这样子吗 还是 因为它如果是 碗粿的口感 接近碗粿的 对 可是没那么硬啊 没那么硬 没那么硬 再稍微软一点 再软一点点 对对对 就是非常像小小 就像我们那种 装酱油碟子那种大小 对对对对 就是泰国布丁 对对对对 就是泰国当地的布丁 然后是野奶 野奶为主 然后有点接近 接近台湾的 那种口感这样子 对对对对 就是蜜碗粿 再稍微没这么的硬啊 就稍微 再Q一点点 对对 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你们今天去 那个泰国餐厅啊 有看到这道甜点 那是当地的甜点 它不是那种 比如说像我们的 摩摩扎扎啊 这些什么 甜的 冰的甜点 它就是那种热的 哦真的 非常好吃 这个是你们 推荐给大家的这样子 那讲到这些小吃啊 我题外话讲一下 有些人说 啊那我去泰国餐厅 我看不懂菜单怎么办 哎对啊对啊 哎对 跟大家讲一下 那如果像有些 一般菜单嘛 我们看不懂 泰文没有关系 有英文 英文看不懂 没关系 它没有图片啊 有中文 有中文咯 有中文就好啦 如果真的 你连中文都看不懂 我爱莫能助 没关系 它有图片 它有图片 就看图片就好啦 对看图片就好啦 很多餐厅 他们都有附图片 所以说如果说 你今天有看到 那个看龙控 有我像星洞那种挖柜 壁点 壁点 如果像打炮猪肉饭 也是壁点 绿咖喱鸡 也是壁点 甚至什么泰式草和粉 这些都 这也是壁点 对对 什么米粉汤啊 如果你去点这个米粉汤的话 它有分什么 面有分粗的 有分细的 它有分那种 黄面那种 你可以去 你就站在老板娘旁边看 你就直给她看 就说我要这种面 对 如果说你不跟她讲 你就跟她说 你就跟她比一 她就随便乱做一碗给你了 比一她就随便乱做 所以还是看着点好了 对对对 所以你就看你想吃哪种面条的粗心 然后你就比给她看 这样子 那除了其实在泰国餐厅 你还可以点一道 叫做虾包冬粉 虾包冬粉 它们就是那个冬粉上面 就是有那个大头虾 那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因为之前我去 大部分大家都点打炮猪啊 这些比较大菜 平民 平大众化的 大众化的 可是很少人会点到虾包冬粉 可是这一道非常的好吃 就可能比较不知道 没有听到人家在讲 对对对 所以推荐虾包冬粉要吃 对有什么 清蒸柠檬 清蒸柠檬 totally 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说 清蒸柠檬魚 你吃腻了 英啊 因为在台湾你吃到很多蒸鱼 你可以 点 炸鱼 炸鱼 但是炸鱼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就是很下饭 很配饭 一些 对啊 其实除了一些餐厅 小吃以外 其实像我刚刚提到甜点 题外话 甜点的部分 你去恰都恰的话 一定要吃一个叫做椰子冰 椰子冰 那椰子冰 那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因为我们在去恰都恰 吃那椰子冰的时候 它旁边还会给你那个椰子水 它就是直接把那椰子壳 泼一半 把里面的椰肉挖出来 去做冰沙 然后去做冰沙 就挖一球给你 然后剩下的椰子水 就是给你在客人 就是当饮料 对饮料喝这样子 非常的好吃 那以及啊 比如说像有些人说 那吃的话还有什么 除了一些路边摊啊 还有什么可以吃的 那如果有什么DIY的 有这样子的可以去体验吗 有有有DIY的部分 那其实像有一间 还蛮不错的这样 一千块菜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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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你做四道菜 因为它每天的菜色都不一样 你可以选择 你喜欢的菜色去做这样子 比如说它就是 美丽的厨师啊 很漂亮 正妹哦 之前带我去的是一个正妹 哦真的 早上的话 先去带你去菜市场 去采卖 带我们去认识一些泰国一些 他们的香料 香料 比如说什么 他们的葱姜蒜啊 跟这个台湾都长得不一样 不一样 或虾酱怎么制作啊 这一些 他们的椰姜野奶 那菜市场参观完之后呢 这个正妹呢 他就会开始这样一道一道 帮你示范着做 一道示范完之后 再叫你做下一道 全部都自己来 自己切菜 自己炒 自己煮 那煮完这四道呢 中午 就是你的午餐 就是午餐 就是午餐 所以说你看一百块 不是一千块 一千块 太便宜一百块 一千块 你可以吃到 试到自己做DIY料理 你可以去体验当地这个 菜市场文化 以及所有的过程 一千块 真的非常的 非常的划算 非常划算便宜 可是你说的这个是 它怎么讲 它算是一个工作室啊 一个工作室 一个等于是 泰式料理DIY的工作室 对对对对 那我要怎么去 booking这个东西呢 因为其实像有一些 你在网路上打 泰式料理DIY 其实曼谷有非常多件 那第一个 你可以在他们的官网上面 预定 那第二个 其实现在网路非常的发达 那网路上有一些 订票的平台 票券平台 你要订怎么看秀啊 或者说说 这个泰式料理DIY 因为他们的票 拿的量比较多 所以会比官网上预定来讲 会比较更便宜 比较更便宜 所以其实基本上 像你把他打 你只要订完之后呢 出示那个QR Code 给那个店家看 它就确定你有付钱 它就会带你做这个DIY的课程 其实现在购买那个票券啊 预定啊 都是非常的这个 方便 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 所以真的你去泰国 就是你一定要体验 当地的那些 传统的小吃路边摊 那当然就是 要有带个铁味 就是要有一点心理准备 要找那种脏脏的 对对对对 你不要怕 我觉得出国就是要多去体验一些 当地的食物 对入境随俗 然后你想要DIY的话呢 也有很多这些 网路订票的平台 可以去预约哦 对对对对 那今天真的是 我觉得讲到 每次讲到美食 我就会觉得 好想等一下来订一下 那个泰国菜 对 因为真的泰国美食 我肚子饿了 真的是哦 那也非常谢谢铃鱼的分享哦 那另外呢 也请大家要来玩 LINE的一个互动游戏哦 仔细听哦 我要出题咯 那今天呢 从泰国的景点 讲到美食 所以呢 想要请问大家 请问今天节目 有提到一个 泰国的市集 我们一直有讲到 那个市集哦 请把答案写出来哦 知道答案的朋友呢 请你把答案传送到 CIT1FM这个账号 就有机会得到 精美奖品哦 那另外呢 也可以上我们 城市广播网的 官方网站 来玩温故之心的 网路游戏哦 那今天呢 也非常谢谢 专营泰国旅游品牌的 泰风的小编 邱铃鱼 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铃鱼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